救援队伍很快就来 好多救援人员是参加过当年汶川地震救援的 就有经验的队伍 这些救灾人员在救的过程当中 他们得到很多不同的感受 就像我刚才说 有一个救援队员跟这个记者讲 他说他们救一个藏族妇女 这个妇女是被压的盆骨破碎 当他们从这个瓦礼堆里边 把这个妇人跑出来 抬着她送衣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藏族妇女的表情 让他想不到 简直是一脸淡定 有一瞬间 这个妇女是流泪了 可是他赶快胡乱的擦擦脸 就算是哭完了 在他脸上 他说你看不到一丝疼痛 也看不到一丝惊慌 就像是刚从厨房走出来的妇人 一样的平静 讲老实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传媒美化的痕迹 但是我知道根据受创心理学 这种现象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就是人在这种突发性的这个大灾难 当时啊 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的呆呆的 木然的空白的这种感觉 在这次地震当中 有一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那是4月14号的上午 人们从这个玉树公安局倒塌了这个三棱三层楼里 去找一个呀 压在水泥玉制板底下的小女孩 一直到晚上七点多 救援队把她抬出废墟 你看有个细节 到这时候了 她还用手啊 遮着肚子 小声说 请帮我把衣服拉下来 4月15日 太阳落山了 在被地震夺去超过2000人生命的玉树 全城悲鸣的情况却并没有出现 入夜时分 宋经声在各处响起 露宿街头的人们打起了串株 这种含魂不清 却颇有金色的地理 取代了日间的混乱 揭断了这座小声音 玉树似乎从不浪费表情 他们有尊严地感谢别人 体面地应对灾难 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地方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 变干净 变新鲜 让美地进水机来变吧 美地进水机 直接自来水 去杂志 除细菌 限制现饮 新鲜健康 哇 真好喝 美地进水机 我家的进水场 他们在密集修炼 准备与对手一决高下 在高规格的竞技场上 亚洲的骄傲 正要发光 2010广州叙事代报 广气集团亚运广州 星期145 凤凰卫视中央台 全球通凤凰快报 有中国移动 全球通 具名赞助 我能 全球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在台湾 马英九和蔡英文 今天就ACFA一级 进行首次电视电论之后 分别举行记者会 蔡英文指马英九的陈述 有很多矛盾 不过马英九 则是对蔡英文的表现 给予了肯定 奥地利总统选举 今天开始投票 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 现任总统菲舍尔 以超过八成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 有望轻松连任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八个成员国的外交官员 今天在不单首都停顾会面 讨论贸易以及环保的问题 并且为下周举行的 领袖高峰会做准备 中国马业协会 今天向以内蒙古西林浩特市 为中心的西林郭勒盟 授予中国马都的称号 希望集中优势 提高中国马术竞技水平 美国NBA季后赛 犹他爵士 主场以105比93 兴取单货决金 总场数领先2比1 继部出场的 米尔萨普 拿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 22分和19个篮板 成为爵士的头号移成 详细内容 请留意凤华卫视资讯台的 各级新闻 等会 一次改变即是一场革命 今天中国移动率先推出 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服务上海士博 让生活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次地震的一些报道里 我有一感觉 闹灾的时候 这喇嘛 顶得上个心理医生 就说4月17号 灾后第三天一大早 咱知道受灾最严重的节骨镇 那儿有个节骨寺 节骨寺的喇嘛们 那天一大早就开始运遗体 分批把受难者的遗体 从寺院运往半山腰 为什么运往半山腰 半山腰上是扎西大通 天葬台 扎西大通在藏鱼里是吉祥平安的意思 喇嘛们在那儿 临时挖了一个火葬台 这个遗体堆满了火葬台 死者的家属早已经在那儿默默静候 然后就见喇嘛们开始往这个遗体上放这个木头 苏油 经文 佛经 还有吉祥草 这草啊 是代表适者安息 9点50分 喇嘛们 点燃了木头和苏油 这火焰了 腾一下 冒起来 然后在场的所有的喇嘛们 开始集体 为亡灵送经 这个在场的啊 你很少见到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哭嚎 只是见到啊 有些死者的家属 也盘腿坐在那儿 手撵佛珠啊 默默祈祷 天上飞过来几十只突救 在这个烟雾当中盘旋 火焰 在烟雾中盘旋的突救 喇嘛们的集体诵经之声 这个场面呢 让在场的人 无不动容 当地有喇嘛给记者介绍 说藏人的习惯 死后选择天葬 这得有专门的这个天葬师来处理 天葬师呢 会在天葬台上 肢解这个死者的遗体 然后把他的这个内脏 抛向四周 让那个突救 大军的突救来吃 同时啊 还把这个骨头和这个头颅砸碎 混上这个簪巴 让突救吃 据说呀 如果能够被这个突救全部吃完 这是吉祥的表示 象征着呀 这个死者没有罪孽 灵魂安然升天 剩余的部分 就如果这个突救 没有吃完的部分 也要再加以焚化 同时